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Hacker貓咪HackerCat 今天來介紹一個輕量化的網站落點掃描工具 Nikto,或是你要叫Nikito應該也是可以 那它的拼音就是Nikto,那我通常是念Nikto 那落點掃描工具呢,它就是一種自動化去幫你去掃描 我們要評估說這台伺服器是不是有存在風險與漏洞的工具 如果掃描出有落點之後呢 可以再針對這個掃描工具掃出來的風險和漏洞 用其他的手把或是一些其他的工具來去進行漏洞的驗證或是利用 那所謂的網站落點掃描工具或是講網頁伺服器掃描器 其實都是一樣的意思啊,那英文就是Web Valority Scanner 那或者簡稱就是Web的掃描網站掃描都是同樣的意思 相對比的就是主機的落點掃描或是系統落點掃描 像我們先前介紹的Nexus,它就是偏向主機的落點掃描 OK,所以簡單的來講,落點掃描就分為兩大類 那一種就是針對主機,那針對主機的話通常就是輸入IP 那第二個就是針對網頁,針對網站也就是Web的部分 通常是輸入UIL,會針對HTTP,HTTPS 也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一種類型的掃描工具 Nikto,它是一款open source的網站落點掃描工具 所以說它在Github上面你可以找得到 你直接打Nikto Github就可以看到它的Github的 source code 那它官網的部分有寫到了許多它的特點 它的強項 它可以對網頁伺服器進行全面的多種掃描 包含了超過6700種有潛在危險的檔案還有CGIS 那超過了1250種的伺服器版本 超過270種的特定server的問題去做檢測 所以它就是官網的描述是講得很強大 然後它是基於PURL去開發的 所以說你要安裝PURL環境才可以執行 那Nikto它支援了Windows 如果你有去安裝PURL環境的話 還有支援MacOSX 多種的Linux或Linux的系統 那在Kali的作業系統裡面當然是已經有內建安裝好的 那我們在Kali其實直接輸入了 那可以丟 就可以看到它會直接輸入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Help的內容 那以我自己而言呢 我算是蠻常使用Nikto 會使用Nikto 再來就是我最開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清楚 我有提到說它是一個輕量化掃描工具 那輕量化是什麼意思呢 輕量化就是它不用太過繁複的設定 然後執行的速度很快 一下就可以知道結果了 如果說你有用過一些商用的Web掃描工具 比如說Web Inspector或是AppScan 那你就可以比較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 Nikto它是非常的簡單就可以去執行 然後很快速的就可以掃描完成 掃描顯示的結果也非常的簡單明瞭 有什麼Kali用的弱點都可以直接的看出 那當然它有一些特點 可能它這個特點也算是它對某些來講是缺點 就是它只有Command Lite的方式可以執行 但它的語法其實很簡單 還有就是它可能在更新上面有一些疑慮 因為是Open Source的 那不像一些商用的套件 並沒有一直在持續的更新 有一些新的漏洞出來它馬上就會去做Patch 就是有新的檢測漏洞的一些資料庫 那跟商業的套件比起來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 也就是它顯示的結果報告產出的內容是不會很詳盡的 是蠻簡易的 所以它並不適合用在商業的用途上面 我們剛剛已經有輸入Nikto之後 它會顯示簡單的一些用法 如果說我們要顯示詳細的指示 它這邊其實有提示我們 你可以輸入大H 那我們就輸入一下 Nikto-H 這邊就會稍微顯示它比較詳細的一些用法 跟可以帶的參數 包含了譬如說 你的Display的方式 還有你要報告產出的Format 還有其他用法 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這邊有Inversion的一些技術 那就是一些 繞過的技術 包含了隨機的URL編碼 還有一些參數的 FakePremeter 還有用Tap去做為分割符號 等等這些就是一些 繞過的技巧 算是比較進階的一些用法 在這個千量化的掃描工具裡面 有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然後 自己有加一台MetaSportable 那我們這邊就簡單的先針對它做一下Demo 跟大家講一下 Nikto怎麼使用 那它用法真的很簡單 雖然它是Command Lite 但是你不用擔心 因為指定很簡單 你只要下Nikto 然後-H -H的意思就是指定你要掃的這個 這個website 這個網站 那我們貼上剛剛複製的 那HTTP 因為我是內網 所以這邊代理是IP 那如果你掃的也是內網 你可以用IP 也是可以用FQDN 也就是我們講的 Domain Name UIL都可以 然後按下Enter之後 它就會開始掃描 那我這邊先按 Ctrl加C 讓它停止跟大家講一下 你掃描這個網站 如果你的指令是正確的話 它就會顯示一下資訊 它會列出目標的IP 目標的host name 是在哪一個port 然後下面就是它掃描到的資訊 那Nikto會去針對這個網站的webserver的內容去做 探索還有掃描 所以它會掃出它的server什麼版本 那針對application也會去做掃描 然後它會有帶一些header 或是cosyscreepin sequent injection 等其他的漏洞 那如果我們要掃描的不是80port的話 先這樣講好了 如果我們今天掃描的是80port的話 有兩個方式可以使用 第一個方式是我這邊是http 那http它預設其實就值得是80port 那我可以換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我今天輸入-h192.168.240.178 那我要針對它的80port去做掃描 我可以加上-p80 按下enter之後 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我上面跟下面 雖然我的輸入的指令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其實它掃描的是同樣的 就是我掃描80port然後用http去掃描 那如果說你要掃描 那如果說你要掃描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 你要掃描的是ssl的話 也就是http的話 你要加上這個-ssl的參數 然後呢 我们刚才提到可以使用 genh然后指定IP跟Port 或者是指定完整的 UIL 那如果我们今天指定UIL又指定P的话 它就会显示一个错误 它会跟你讲说 如果你有指定Port这个option的话 你就不可以用完整的URI 所以指定完整的URI跟指定Port 你只要选择一个方式就可以了 不过像Nicto这样的工具 它并不像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或是一些商业的web扫描工具 有比较强大的一些爬虫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说 你要扫描的时候你输入了这个UIL 比如说我现在 我要扫的是这个login page的application的话 我最好的方式其实是 我直接指定 指定到这个完整的URI下面 去做扫描 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假设今天你扫描的 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application 它有Sequel Injection的漏洞 但是你今天没有指定到这个application的路径下面 它可能不会少到 再来就是 一个是指定UIL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是登录的重要性 那如果它是需要登录才可以少得到的话 那你可能就必须要设定登录的验证 或是设定SessionCookie 那指定路径跟设定登录验证 其实都是做web扫描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就是要找到正确的注入点 还有身份验证的状态 不然的话你少不到那个风险 你不能怪这个工具 是你没有好好的使用它而已 再来就顺便借由Nicto来说明两个概念 那这两个概念我不敢说是很基本 你作为资讯人员或资安人员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你是做一个网站落少的从业人员 或是你讲做渗透测试的从业人员的话 应该也是要知道比较好 那首先这是关于误判这件事情 那很多的伺服器其实是没有去遵守RFC标准 RFC的标准就是我们今天 假设今天我对这个页面 我输入了一个UIL 这个档案已经是不存在 它应该要返回一个Nutbund 然后它的StatusCode应该是404 正常的RFC标准是跟你讲说 不存在的对象你要去返回一个404 Nutbund 那不过实际上网站开发人员不一定会这样做 我今天你反问了一个不存在的页面 我可以返回一个302满导回首页 我也可以自定义一个不存在的页面 那返回的Code是200 那这样会有什么问题点呢 这样其实就是说 因为网站落少的时候它很多的 我们讲的它的落点的资料库 扫描的规则 它今天可能是 假设我今天去找一个档案 随便 假设今天我的 网站的落少工具 它里面有一个规则是找这个档案 那它送出这个请求之后呢 它只要收到200的回应 它就认为说这个落点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 有的刚刚讲到有的开发人员 它就算是不存在的页面 它也会返回200给你 那这样就会造成什么情况 这样就会造成说你的 网站的落少工具 会产生误判 明明这个档案是不存在的 可是它收到200它就认为说是存在 所以就会发生误判的情形 那如果你是一个渗透测试人员 或是网站落少人员 你要知道说 为什么有时候工具会产生误判 误判的原因是什么 也没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那各大的落少工具 就会针对这样的情况去做一个 做一个处理的方法 来去避免说产生这种误判 那早期比较常发生这种情况 那我们来讲一下 关于Nicto的避免这种404误判的一个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Washack 然后简单的demo给大家看 好 那我现在针对 DBWA的MetaSport的这个IP去扫描 好吗 然后Washack开始入字 我们刚才很快的扫了一下下 然后暂停了 好 到这边来看 它这边 IP IP DST的意思是说 我这边过滤我只要看 目标是192.168.20.178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其实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我再过滤一下 过滤HTTP 好 这样就很清楚了 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当我开始扫描之后 你会看到Nicto 它发送了很多请求 它刷了一整排的请求 做了什么事情 它送了一个 什么KFUR 这一串是一个乱码 它没有什么意义 它在这个 没有意义的乱码 后面加了不同的复党名 比如LST ORIG LIC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复党名 发送了很多个 你有没有看到 那它做这个的事情是什么意义呢 它做这个 就是说 它要去看看说 不同的 我今天随便输入一串东西 它认为说 我今天随便输入的这一串东西 一定是一个不存在的档案 那 不同的复党名 它针对不同的不存在的档案 可能会返回不一样的内容 所以它会 比如说LST 好了 我发送了这个请求 出去 我会得到了一个回应 然后呢 Nicto会把 它得到的回应 这个 这个Gate 这一串 复党名 这个LST 的内容 的回应 把回应里面的时间戳记 拿掉 然后去做 MD-Vine 那之后它只要看到说 我送出去的请求 如果是这一个复党名 然后 回应的内容 时间戳记拿掉之后 MD-Vine 跟这个的回应 回来的MD-Vine 是一样的话 它就认为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存在的内容 懂吗 就是说 它做这一串的用意 前面这一串的用意 丢不同的复党名 然后前面这一个是 确定不存在的档案 它认为说 确定是不存在的档案 它的目的就是 避免要产生 误判 所以这是 第一个 要提的一个观念 那其实各种的 掃描工具都有用 不同的方法 来去做这种 检查是否误判的方法 那Nicto就是用大量的 不存在的档案 搭配不同的复党名 回应的结果 来存到自己的资料库 然后去 跟未来的测试项目反应的结果 去比对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存在的档案 那如果说你不想要 让它做这件事情的话 它其实有一个 NOT404 我们再测一次给大家看 如果我加上这个 NOT404 再录一次 这边就可以看到 它就不会做刚刚那件事情了 它不会去丢一个 不存在的 档案名称 跟不同的复党名 它会直接开始进行扫描 那前面这边就是开始进行一些 字典档的列举 看有没有一些机名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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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观念的部分 就是要去不避免的 避免误判 然后 Nikto它会做的方式 那第二个我们要 讲的是 User Agent User Agent 其实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你的 浏览器 你今天发送一个东西给 这个Server的时候 然后 其实你的浏览器 就会带一个User Agent 你的手机也是 它会带一个User Agent 告诉他 你目前用的是什么样的浏览器 那 我们用的 弱点掃描工具 因为没有透过浏览器 所以说 Again Watch WireShark记录还在 可以看一下 我们今天发送的请求 它的User Agent 会是什么 可以看到 它的 我发送过去给Server的 请求 User Agent 会是 这边有一个 关键字叫做 Nikto 2.1.6 然后Investion 技术是NUM 那 所以 如果今天 你是监控网站的人员 你看到有人对你的Server 发送请求 然后你看到 它的User Agent 是Nikto 那 你是不是就很明显的 知道说 有人在针对你的 网站 利用 Nikto 这样的工具去进行 弱点掃描 那 不同的工具 包括像是 SQL Map 或是 其他的 反正各式各样的 弱点掃描工具 它预设带的 User Agent 很有可能都是自己的 自己的 工具的名称 那如果 我们要避免说 不要让别人看出来 我们用的是什么工具 我们要模拟真实的 一些使用者的行为的话 可以 直接去修改 这个User Agent 在 在 Nikto里面有一个 参数叫做 应该就叫 User Agent 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User Agent 简单来 示范一下 假设我今天带一个 123.456 就带123.456 给大家看 好我们随便看 GET的请求 可以看到User Agent 这边 它就是123.456 当然我们实际上 不会想要用123.456 这种东西 我们会模拟真实的使用者 那来跟大家讲 怎么去模拟 首先 我们现在反问DVWL 你反问到这个页面之后 按下F12 然后再按一次重新整理 F5 点 第一个 然后右边的视窗 拉到最下面 就会看到你的User Agent 把这一串给复制下来 这个就代表你的浏览器 这个就代表你的浏览器 好我们把它改掉 我刚才没有入到再一次 好 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发送出去的 请求的User Agent 就会跟我们用浏览器 发送出去的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做 弱点扫描的时候 可以去 设定这个User Agent的参数 那在Niktor里面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快的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修改 config 那我喜欢用浏览器 那我喜欢用浏览器 那它config的档案 入境在 etc 底下 有一个叫 nikto.conf 也就是config的意思 那你开启这个档案之后 它这里面的就是 Niktor的一些default的设定 差不多在 上面的部分 在这里 ok 上面 这边 我是第18 第18 你会看到一个 User Agent 它预设就是用这一个 那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改掉 或者是 我把它 注解掉 注解掉 然后 下面这一串 我就把它改成 浏览器的 然后储存 好 储存之后呢 这次我们就来试试 我们重新再录一次 好 这次扫描 我就不加任何的 User Agent的参数 好它开始扫描 暂停 好 我们这次可以看我们 送出去的请求的 User Agent的部分 它就会是我们 它就会是我们 Config 团里面设定这个 User Agent 那其实就蛮推荐说 大家如果 如果 要 用Niktor的话 可以把Config 这边的User Agent 给改掉 改成你习惯用的浏览器 或是随便 我来为一些 产用的浏览器的User Agent 都可以 那这边就藉由 Niktor这个工具 来说明这两个观念 一个是误判的观念 第二个是User Agent的部分 这两个东西 其实在不同的 弱点掌描工具上面 都一定会有类似的情况 最后就来提一下 关于产生报告这件事情 那Niktor 它其实 它有提供 产生报告的一些参数 那这边有一个format 然后你可以用-o 去储存的档案 它提供了 包含了 csb.json.htm 还有 txtxtl 不同的format都有 那举个例子 我来掃描一下 这边你可以先指定说 如果你要储存这个档案的名称 叫什么 那我就叫它result 然后它的format是htm 首先我少加了一个-h 参数 好 它就开始扫描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边其实都有支援的一些format 它支援的一些format 你要用哪一个都可以 可以 然后 如果你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有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那你不确定了 不确定是怎么样的情况的话 你也可以去 turn on display的output 让它显示的结果比较详细 藉由这样的玩法 来去做debug 或者是说 你可以直接用 Wireshark 来去录 录风包 看看解决跟回应 来去做debug 都可以 然后 它还在扫描 不过它已经有产生了一个结果档 我们可以用Biopass直接开启 好 这是它的扫描的资讯 可以看到它会告诉你 它会储存起来目标的IP 然后是Name Port 然后Server的版本 然后下面就是它扫描的一些资讯跟inboard 那就是一个蛮简单的一个 蛮简陋的一个报告 实际上 实际上我自己在做的时候 还会存报告以防万一 但实际上就是 都是直接看这边显示的一些资讯 虽然它相较于一些工具来讲 扫的速度是快很多了 但也是要跑一段时间啦 通常 通常一个小时以内都会完成 甚至半个小时以内都会完成 甚至半个小时以内就会完成了 那我就不跑完它 把它取消掉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或是按个lik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